為什麼會用一百人 其實這個人數在世界各國有的是規定五百人 有的是五十人也有三百人的 那我們認為就是說 憲法有保障人民結社或成立政黨的自由 但是我們又不希望說人數太少的話 容易偏移泛濫 所以我們思考結果是說用一百人 就是說你的這個要來備案的時候 你的黨員至少你要有超過一百人 那這樣你將來要來從事 這個政黨我們所賦予的他要參選等等的這個目的 可能會比較容易達成 但是也不必要到五百人 市長可是我們從小就知道一句話 三人成黨 那可不可以三個人 三人成黨的話那說大家都可以來登記 我想喔 因為喔 在刑法裡面三人是解剖啦 那你們這個一百人 為什麼要設定一百人 其實也有很多小的團體喔 針對這一百人他們會有意見啦 我想喔 我們 部裡還是要想出一個可以解釋 讓他們可以接受的這個人數喔 這樣子我想對外界才有的交代 這是第一個部分喔 那第二個部分喔 你剛剛有提到嘛 我們現在的投票權是20歲嘛 然後你 我剛剛聽你的意思 你好像不贊同下修到18歲 沒有沒有 我剛剛在討論的是說 要能夠加入政黨成為黨員的年齡 我現在講的是投票權 投票權我們是贊成修 譬如說憲法 這個選舉權降到18歲 那公投法裡面把它修到18歲 這個我們原則上我們都支持的 好 那個喔 在第11條裡面嘛 未滿16歲不得入黨啦 對 那你想一下喔 16歲的時候 他可能只是只有在念高一而已 那高一的話 你現在入黨要16歲 然後投票權又是18歲 這樣子兩個會不會有一些抵觸 應該不會啊 他這是政黨啊 他不是我們國家的選舉啊 那更何況現在大家都希望說 把20歲也把它降到18歲 我剛剛講的就是把投票權跟入黨權嘛 來分開嘛 對不對 是 那18歲可以投票 那16歲入黨 可是這樣子我覺得 好像在思想上會不一致啦 你認為呢 這個很難去判定啦 因為一個政黨裡面他要有什麼樣的選舉 誰可以來出來選 這個原則上應該是政黨的張誠自己去定 如果這個黨啊 他內部都沒有意見的話 政府是不應該去加以過多的干涉 那另外在你們報告裡面有提到 這個政黨的退場機制嘛 是 第27條裡面講到 四年不召開黨員大會 你們這邊就會 給他強制的來解散嘛 是 那另外你也講到說 如果連續四年 為依法推薦候選人 縣市及以上的公職人員選舉的話 你們也是會依法來給予解散嗎 是 那以我們現在所有公職的任期 都是四年嘛 那你們的意思就是要連續兩屆 是不是連續兩屆都要有提候選人參選才可以 原來是這樣 不過我們現在其實各級的選舉 大致上每兩年都會有一次啦 所以地方的 中央的其實都是每兩年 每兩年 你們就是把所有的公職都全部算在一起嘛 我們不一定說他一定要選立法委員 他如果選縣市議員 其實也是達到這個政黨的 我想就那個參選的這個議員來講的話 其實這樣子的話 會讓很多人 很多政黨都必須要提人選來參選 這是我們在前面政黨的目的 他的這個定義裡面 就是已經有做這樣的定義在第三條 所以為了要落實這個 應該是 不然的話我們現在有296個政黨 其實真正比較活躍有出來敬血 還不到30個 所以剩下260幾個 對我們來講 你要管理他也不是不管理他 然後他又假接政黨的名義 做一些這個事情 這都是一些困擾 所以我就是很想問你說 你是不是想消滅小黨 不是沒有這個意思 我們要鼓勵說小黨 如果到時候他們沒有人出來參選 這樣子到時候你們就立法給他解散了 你就是要推薦人出來參選 你組了政黨長期你都不活動 那就像火山一樣 他是死火山嘛 所以我才跟你講說 你們這樣子就是強制他一定要出來參選 如果他沒有出來參選 到時候就必須解散了 你到時候會被很多的小黨來痛罵 不需要這個政黨啊 所以你到時候被小黨痛罵的這個責任你要承擔 好沒問題 那另外那個我想 很多委員一直在討論的 大概就是屬於黨產的部分 黨產的部分大概是在於第19條 23條跟45條嘛 其實本席認為你剛剛的答詢都還是一直站在中立的角度嘛 因為你也不敢去講國民黨的黨產到底當或不當 你只把他推給那個司法嘛 是不是這樣子 不是敢不敢啊 是不應該就這樣做 因為在立法都是要照顧到各個不同團體的這個看法 其實我想在那個45條的這個應該是第45條的部分了 就是兩年內的股份出資轉讓的這個問題嘛 到時候他如果無法轉讓或是轉讓的條件不合理 他必須在六個月內來完成信託對不對 是 條文是這樣建議 對啊 你們條文這樣子建議 那就是保障現有政黨的財產嘛 是不是這樣子 不管這些財產是當或不當 你們就是利用這個條文給他保障的嘛 是不是這樣子 其實我們有特別說明 這個要跟那個黨產條例要配套來進行 那如果是說譬如說我們這個比較早要通過的話 那可能這個文字要怎麼樣修 這個我們還是也是 這個現在也是 等於是說可以接受各個大院在這邊的 在這個審議的時候 是不是還有別的意見 其實我們政院提出來這個政黨法 我想外界也在檢視啦 是 外界他可能認為說我們現在部裡 就是在幫國民黨的黨產 來找到一個活路 是不是這樣子 我倒不這樣認為啦 可是外界是這樣子解讀啊 那是外界的解讀嘛 我想多數的鄉親可能 多數的民眾也可能是這樣子解讀 如果是會是這樣的話 在這個審議的這個條文的時候 我想各位委員也都會把他導正的吧 你是希望我們多數的委員來導正嗎 這個本來就是開放給大家來做討論的 這個只是行政院建議的版本 那那個政治要跟你預告 是 可能不會照你們部裡的意思來做修正了喔 那如果都照我們的意見來修正的話 那其實我們今天報告完以後就通過吧 不會通過啦 那就還是會討論 我想喔 那個政黨法裡面喔 我們現在多數的委員 還是針對黨產的部分 有很多的餘利啦 是 那也希望說喔 我們這樣的餘利喔 透過這樣的辯證 這樣子的討論喔 可以得到比較好的一個結果 是 這個我們也尊重 是 好 謝謝主席 謝謝 謝謝喔 好 那我們現在休息一下午2點半繼續開會 謝謝